你 大家呀 都很辛苦 希望大家呢 再接再厉啊 加一把劲 继续努力 主任 有点事 想跟您聊聊 你们去吧 我跟乐天有事要 不用不用 都坐着 大一会儿都在呢啊 主任 我就想问问您 这金铁岩是怎么回事啊 乐天 这件事很特殊 咱们这次演出啊 是一家卫生拮据制造商 提供赞助的 人家一下子给了咱们七十万 谁知道这个金厂长的儿子 也是学武美设计的 就是金铁岩 所以呢 所以您就让那马总商的儿子 把我给顶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 成绩是你的 你的能力 愿领导 高度认可 甭管我能力高低 我工作了 我付出了 我努力了 我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上次 上次刘瑞国老师署名那事 我认了 可这次呢 咱们不能一人再在这儿三马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这叫欺负人了吧 您当时赖会儿面 您给我一说话 要不然哥们儿可不干了 周老天 你吓唬谁呀 这话你也敢说 这剧院缺了谁不能拽呀 多少人挤破了脑袋 想进剧院还进不来呢 年轻人要沉住气 不要急功近利吗 我 我急功近利了 不是急功近利是什么 跟你说个多数回了 要慢慢来 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是一点一点熬出来的 你就说我吧 我不是也一样吗 记住了 年轻人路很长 不要浮躁 一定要守得住清平 耐得住寂寞 哥们儿在剧院混了多少年了 落着什么了 就剩下清平跟寂寞了 这清平跟寂寞 我能守 哥们儿得值得我守 舅老天 你什么意思 不想干着你甭嚷嚷 没人留您 行 哥们儿正等着您那句话呢 我还真就不干了 我辞职 主持人 我为什么说 我听不懂 你 combination 有什么好 背景人的 爱着你 呦 你一生 你一世 那天 居然 非伴 你一世 云 你一世 你 已经成为了 很久 你一世 你一世 咱们儿 也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你真辞职了 我说你 你怎么能这么冲动 那人家是 是占了你点小便宜 可咱们现在这个阶段 什么事都得忍 咱没资本跟别人硬干 我已经忍了一道了 后来要杀出马桶来把我给顶了 这事我是越想越恶心 实在忍不了了 雷田 自职了 你想好干什么呢 开个办法公司 自本干 之前咱咱不是商量过这事吗 以前是因为时机不成熟 现在时机成熟了 你想好了 他想好什么了他 我跟你说 小周 他就是在如意他妈面前啊 跌份了 这往回使劲着本呢 那是你 我还不至于啊 那 那你说为什么 好 咱哥仨一年生的吧 再过几个月都三十了吧 开始啊 我本来没觉着三十岁怎么着了 不就是一岁数吗 有什么呀 后来是因为一档一档的事 让我真觉着了 我是无所谓啊 可你拦不住 别人看你有所谓 你女朋友 一看你三十了吧 对你要求自然抬高了 你再想买个冰淇淋 甜哥哥蜜姐姐的压根没戏 你未来丈母娘 一看你三十了 更是应该要求你了 您要是没车没房子 您就不是人了 直接把您开除出人类了 咱爹咱妈一看儿子三十了 怎么还混不出来啊 这心里头也急也烦 恨不得砸锅卖铁的 帮你买套房子出来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三十岁啊 它就是一套 人家早就给你设计好了 摆在那儿了 要么您心甘情愿的 往里头钻 您要是不心甘情愿啊 人家就是拿着棍子 拿着鞭子 也得把你赶进去 反正您是钻呀 您是被动点好啊 还是主动点好啊 安波 你说 我说就怎么都不好 老天 这回如意她妈没白来 有收获 所以啊 咱出来单干吧 咱别的不说啊 至少咱不那么窝囊 你俩怎么着 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吧 辞职吧 咱俩出来单干 行 我辞职 小庄你干什么呢 我让你来劝乐天的 你这瞎起什么哄啊 咱再说了 就你那破工作的 你磁不磁有什么区别 没起哄啊 这几年我在会头 有钱人见多了 我就琢磨 凭什么他们那么有钱 咱就穷个蛋一个 这社会财富啊 就像是一块大蛋糕 你想等着别人切好了 端到你嘴边上去 没门 那做梦 就得自个儿去想 我早想着 咱几个能搞一个公司 就是觉得我一个人能力不够 混天 今儿你开了个头 好 干 安波 怎么着吧 就差你了 你俩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你开公司赚大钱 谁都知道是好事 可现在开公司 好多人是赔钱的呀 你就给就通过一会儿 你入不入会儿吧 你俩让我再想想啊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在出版社的工作 是任零零他爸他妈帮我找的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当初找工作的时候 他爸他妈费了多大的劲啊 那这会儿我不打招呼 说辞就辞了 人家怎么看我 你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呀 这事必须先斩后走 不能商量 咱不让女人跟着咱们承担压力 等咱好了 让女人跟着想福就行了 是不是安波 我的这村可没这地儿了啊 安波 你俩别催我 我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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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你先想着 我们俩先干了啊 干了 好 小周 咱新公司成立了 咱也算是有车有房了吧 还差点什么吧 咱还差什么呀 徐安波啊 走 安波啊 嗯 今天我和我女朋友去野三坡 晚上就不回来了 宿舍归你安排 真的假的 我女朋友过生日 晚上就住野三坡了 晚上您好好安排安排 这个一样印五份 交到主任办公室 他问我去哪儿了 就说约口去了 没问题 喂 你好 安波 灵灵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几点能下班 安波 先别说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开班主任会 可能要晚一点下班 班主任会 能不能改天哪 这怎么能改天哪 那你尽量快点啊 那反正别太晚 行了 我知道了 今天怎么收的打车了 不收钱了 特殊情况呢 省什么钱啊 有那么急吗 你不急啊 别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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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堵啊 师傅 那个有没有其他的路 可以绕一下呀 你看这堵的 这堵到什么时候 这个地方是哪儿都堵 我跟你说啊 你看什么有 奔田那三个路口可以绕 那那地儿更堵 行了师傅 咱就在这儿等着办 啊 别急 你确定大洋不回来啊 他肯定不回来啊 野三坡多远哪 想回来他也没有车呀 你干嘛呀 我帮你宽衣解带呀 你也不用你帮我宽衣解带 我自己宽衣解带 是什么 大洋 你不是说他不回来吗 肯定不是他不是 谁谁啊 我大洋 你敢 不大洋你不是说你不回来 你去野三坡了吗 安波 不好意思啊 我不去野三坡了 大洋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我我这都安排好了我 真是不好意思 我和我女朋友吵架了 他又不去野三坡了 这 我实在没地儿待 你把门给我开一下行吗 快去呀 那你回来之前你 你打个电话 告诉我一声啊你啊 快去 rhythm 行啊 梁梁 我帮你背着包吧 不用 你让我帮你背着吧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啊 你就让我背着吧 不是 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 说不用就不用 看看你 我就是想让你轻松一点嘛 你给我背个包我就轻松了 你要是真想让我轻松 就买套房子 这都几年了 咱们天天压马路 全北京市的马路都快被咱们走遍了 这什么时候才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啊 原来你别着急 对 等我攒够了钱咱就买房 买了房咱就结婚 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就凭咱们两个人的收入 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子 连连 放心吧 我想办法 我们家了 你回去吧 送你上去吧 不用 不用 回去吧 你 娘 对不起啊 好 是 你路上注意安全 回家给我发个短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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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问你个事啊 你说 咱们仨开公司这事 你跟如意说了 没有啊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说 嗯 没想好呢 这事重要吗 这对我很重要啊 我不想让玲玲知道吗 明白 怕老婆 怎么是怕老婆呢 那我的情况 你俩还不清楚 我留在北京 我那工作 我留在北京 都让玲玲她爸她妈给张了的 我得证明给她们看呐 我悬博也不是废物 我呢 是想 咱们干出点成绩来 干出点业气来 咱跟他们二老说嘛 免得他们担心 那说了半天不还是怕老婆嘛 跟你说了不是怕老婆 看你们俩这样啊 更坚定我一心 打死不能谈恋 尤其不能跟小女生谈恋 对 小周 你是不是喜欢上一富婆啊 说什么呢你 你有这条件 就是啊 不是我说你俩今儿 好好好 咱说正事啊 说正事 不是 把心搁肚子里 以后我保证你找着尊严 我跟周啊 现在正瞄着一大活呢 真的呀 嗯 嗯 那开始吧 给我张老太儿 怎么 嗯 我觉得那边好像有人要下车了 咱们过去吧 你怎么知道他们要下车呢 我看出来的呀 你怎么就能看出来呢 你怎么就能看出来呢 我呀 一路上就盯着他们俩了 你看 我们的公交卡都掏出来了 为什么 这说明他们要下一站 下车 倒车 啊 我呀 现在看 谁大概还有几站 谁下站就要下车 他就不离市 嘿嘿嘿 瞧我你神奇 这呀 就叫善于总结 善于观察 那你总结这些经验都是为谁呀 当然是为老婆了 是吧 我最近出版社 我特别忙 就不能每天来接你了 行 你不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不算是李总军啊 撑死了就算是一桶沙子 韩波赶紧膜拜一下你 五万块钱支票 撑 干 怎么样 我说 咱哥仨操一块没错吧 嗯 能成事 没错 这才几天呀 就挣了五万块 要照这个速度 这一年咱还不得挣个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一万富翁 一万富翁 嗯 不敢想不敢想 不不不不不 得敢想得敢想 这是哪啊 韩波 北京 没有不可能的事 说得太对了 嗯 韩波 咱俩都是外地的 咱不就是为了这北京称国孩子 咱要不混出个人样了 咱都对不起这伟大的北京 嗯 干嘛 来 为了伟大的北京 干 阿伯 嗯 要是给你一个亿 一个亿啊 没想过 哎 哎 心态下 好好下 咱们得时刻做好 做一顿富翁的准备 一个亿是吧 嗯 一个亿啊 我五千万 给我爸和我哥 另外五千万 我给玲玲他们家 对 然后我什么都不干了 我每天就是想画画 我想画什么我就画什么 再再再再再看你那初影 哎呀不行 来点来点 嗯 一个亿是吧 不够 看见了吗 嗯 那几栋楼 等哥们有钱了 至少买他三栋回来 三 明白 咱哥仨一人一栋 我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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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时候我可以把我爸 我哥他们全接过来 小心了吧 咱仨自个儿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啊 到时候咱哥几个 都是趁多少个亿的大福啊 不是困惑解决了吧 咱在玩什么呢 咱玩什么 知道吗 什么 知道 给我 咱们 scrub 咱们іть 咱们 Reachещ barre 咱们挑一顶 咱们能拔off 而我拔off 咱们拔off 咱们游戏 咱们应该去 吱耳 挑 many ang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责任有限公司与我们合作 年轻人 真是后生可畏啊 好好干吧 钱肯定有得赚 我保证 你这次跟我们合作完之后 下次还得跟我们合作 来 请坐 你们负责整个展览活动啊 花的可是我们的钱啊 小伙子 做事得凭良心 细节上别太贪了 您放心 您放心 你们想要哪个展览馆啊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第一流的 这次是我们公司第一笔接的大活 所以我们宁肯少软点 也得把这活干得漂漂亮亮的 我们要的就是一想 行 有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今天我们财务部在 后天吧 后天你们过来签合同 签了合同 我就给你打第一笔款子 对了 国展中心那边可得盯紧了 别没了档期 您放心吧 我说咱合同没签呢 就先把那个展览馆盯金交了 太貌实了吧 合同不是马上就签吗 咱都中标了 你还怕什么呀 展览中心的档期紧 我怕到时候定不着 定不着 那个换别的呗 这是咱公司 开张以来的第一个大活 必须得做得完美 在哪方面呢 都得做到百分之百的满意 有意见吗 没意见 好不好看 乐天买的 废话吧你 不是乐天买的你敢带啊 等着啊 以后我们家安波呀 给我买一大的 鸽子蛋 鸽子蛋你就别逗了 咱们这儿也只有思杰有这个实力 别闹我穷开心啊 我可没奢望过有个鸽子蛋 哪怕是个铁圈啊 只要能戴在我的手上 我就心满意做了 装 装 你就装吧你啊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你们家成剑啊 那就是一棵大树 吃翻野茂的 你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我们俩都不一样了 我们俩背后那是什么呀 那是一棵小树苗 不但成不了梁 还得自个儿浇水呢 风里来 雨里去 苦啊 不过 我还是赞成思杰的想法 哪怕是个铁圈 只要能戴在手上 那也是一种幸福呀 思杰 要不然这么着得了 等你结婚的时候 你就戴那铁圈 然后把那鸽子蛋呢 就给我 要不给我也成 我凭什么呀 这回啊 咱要是把成本控制好了 咱能赚二十万 咱一年呢 要是能多接几下这样的活 咱这第一桶金啊 就算是有了 嗯 这要年底 咱一个人要能分到二十万 我就知足了 你真没出去 二十万就知足啊 咱要把公司运转起来 把它变成一台印钞机 这人开车有毛病吧 这路不得牛肠呢牛肠 怎么了 下来就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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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有人找 刘叔叔 我是袁杰 哎呀小元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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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给客人倒杯茶 是 来请坐 哎 你爸爸身体还好吗 他挺好的就是忙 他还让我问候您的 哎呦 我可有日子没见上他了 小元 今儿找我有什么事吗 看看你们 签合同还晚两个小时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当我们车坏的路上了 不要紧 这不合同我都准备好了 你们看啊 哎 没问题在你签了 我明白了 不过下头有人负责这个事 那 要不我找找他们 不用 你找 这个事更不好问 没什么问题 咱就把这合同签了吧 这么着吧 我先打个电话问问 刘总 您讲 他们已经来了 正准备签呢 刘总 我明白了 今天咱们不能签了 为什么 公司领导要再研究一下 不是 那是对我们的设计方案不满意 嗯 那倒不是 我们老总是想要 再慎重一些 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 吴叔叔 我们不是都已经中标了 再偷有多少标啊 哎 老总说的 我也没办法 哎呀你说你们啊 什么时候迟到不好 单挑今天啊 要早来一会儿咱合同都签完了 生你做成熟饭 也就省下这些麻烦 对不对 你说这事弄 本来说好的要签约的 这突然间出耳反耳 不会出什么状况 管他呢 反正睡得水平在这摆着呢 谁怕谁啊 哎哎哎 不就这车吗 怎么是你啊 热天 怎么是你们哥仨呀 嘿我说你 你这开车能不能收点规矩啊 怎么了 在道上有你那么超车的吗 就是啊 那 那是你们的车呀 我呀 来这儿谈一个不展的事 在路上野了点 不 袁杰 你也是来谈展览的事 什么叫我也啊 听你这意思 你们也为这事来的 要不是因为你耽误 我们把合同都签了 那太巧了 不过不好意思啊 这事我可不让 彼此彼此 那行吧再见 你说天天有这么巧在这儿 袁杰来了 咱这合同就没签了 不会是袁杰这小子私下捣鬼吗 行了 甭猜 试不试得又能怎么样他 那当然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啊 袁杰他爸呀 他爸什么背景你忘了 小周这话我理解 人家袁杰他爸那是 打住 你想说的意思我都明白 你不想说 咱跟人拼爹拼不过吗 那成 行 你们说咱怎么办 那这事咱得考虑抓过去啊 要不咱跟他商量商量 跟谁商量商量 袁杰 有的人有的事可以商量 有的人有的事 没商量 这便是 人家里怎么办 我们那时候 超奇怪的说話 他会听见怎么办 你知道吗 很软利吧 我也得太多夜艰 ńsk 咱们不兴到但室差 你知道吗 今天我碰到周乐天了 他才跟我竞争一个项目 跟你竞争项目 他开了个公司你不知道吗 我以为你们亲密无间的 他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 咱们是做生意 你可不能有个人情趣 说什么呢 咱们是哥们 直说吧 你以前跟袁杰是情敌 可咱现在是做生意 你可别拿出个人情绪对付 我和袁杰是情敌 他有这资格吗 你用后脚跟想想 如意 你回去跟他说 让他别跟我争了 我不想伤着他 我承认 在大学的时候他专业比我强 比我风光 可现在不是学校了 在社会上他跟我竞争 没戏 永洁 你是在威胁我吗 如意 我找你说这个 我没有问意 毕竟咱们都是大学同学嘛 他在公司也是刚立起来 要是没活干 我给他点活干 这没问题 但是我想做什么 他最好别做 许安波 我还真是得对他刮目相看了 辞职这么大的事 他都敢不跟我说了 冰冰 要不是出了袁杰这事 我是不想跟你说的 可乐天那劲上来我也没办法 你回去好好劝劝安波 让他们冷静一下 你俩千万别吵架啊 我才不跟他吵架呢 事都已经成这样了 我吵架有什么用啊 如意 你别看许安波平时那样 我怕我劝不了他 那怎么办啊 他们跟袁杰真就是鸡蛋碰石头 咱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吃亏吧 这个许安波真是反了 大� au au all 那个 你怎么来了 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们仨斗骨地主 灵灵 我本来就没想瞒你 我刚我这个想法 第一个就想找你商量 都怪那个周老天跟张晓周 非让我保密 你这俩臭小子 真是 你说我爸妈把你留在北京 给你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多不容易啊 说辞就辞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珍惜啊 我知道珍惜 可灵灵你也知道 我带出版社收拾就这么一丁点 我在那儿待下去 那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子 那什么时候才能 娶你啊 你别静静好听着说 说实质的 我说的就是实质 灵灵 那平时你在讲台前 一站就是一天 好容易下的班 就为了能跟我多待一会儿 咱俩除了压马路就是压马路 我心疼啊 那我也是个男人 我不能让我心爱的女人 除了压马路之外 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我这次辞职 就是想多赚点钱 早点把房子买了 早点娶你 这项目 你一定能跟原地竞争吗 没想跟他争啊 是他自己非找上门来的 那就来吧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就问能说什么呀 你就不能换一个项目标吗 换不了 干嘛要换呀 本来就是我已经中标了 那谁知道他们要来一次呢 好多么 如意跟我说你们和袁杰的事了 安波 不要鸡蛋碰石头 放心吧 袁杰她有什么呀 我们才不怕她呢 你看小周是个单身 我就先不说了 可你和乐天不是光棍 有我和如意呢 什么是好男人啊 好男人就是应该让自己的女人心里踏实 可是你看看我 我现在天天心里七上八下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懂不懂 好 灵灵 请你相信我 平时你不是说 我窝窝窝窝窝的吗 我不想再窝窝 这次我不想多窝 就是要撞上去 那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猪口样子 我们仨肯定有办法 好 那好 我告诉你啊许元博 你这次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说你辞掉我爸 让你找过工作 你要是真做杂了 你怎么跟他们交代呀 听见了 那能力我对你非常有信心 可就是言杰情况特殊 我就是天润了 我担心你会吃亏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吃亏呢 那我还觉得 没准吃亏就是他呢 你现在是做生意 不是教教毒气的时候 这事不明把这人解 他后面有人吗 你怎么说话 跟张晓舟和许元波 是一个腔腔呢 那说明他俩担心得有道理呀 在这件事情上 你必须得谨慎 放心 我肯定胜利凯旋 最后啊 你就请等着跟家数钱吧 处长 这就是我们为新的投标会 设计的视觉效果图 您看还可以吗 行啊小伙子 不简单呀 你们都快把一个展览 搞成艺术品了 真不简单哪 您看还有什么要求吗 您可以讲 我们还可以进行调整 你们既然这么诚恳 我呢 还真有几句话 想跟你们说说 处长 您说 不展这件事情 你们是不是考虑一下 放弃算了 你 你 为什么呀 有些话我们不当结果 咱们也是哪说哪聊 这回 你们那位竞争者可是很有背景啊 我担心你们得不偿失 处长 您是说 您是说袁杰吗 你们认识 我们 大学同学 好 那就不用我介绍了 你们了解的并不清楚 我说几个人 我说几个算了 我说几个算了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实时务者为俊杰 就有点意思吧 吴处长 我也是为你们好 心里有数就行了 你们走吧 我今天还是挺忙 失陪了 啊